人生总有一些不如一的事,关键在于啊,啊,不是你来顺受的活着,啊,不是个命运的妥协,啊,是能量积蓄,啊,是生命升华,有些人熬着熬着,成功了,有些人熬着熬着,消失了。 人生总有不如一之时,不要抱怨怀才不遇,也不要抱怨争不逢时,苦心忍,天不负,愿望苟见,卧心强胆,三千月价和吞吾,人生是一场马拉松,很多时候是要熬,熬,看似很苦低,很窘迫,实际上是在充电,是在进取,竹子熬了四年时间,仅仅长了三厘米。 从第五年开始,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疯涨,紧落六周时间就涨到了十五米,啊,是海纳百川,又容乃大,竹子熬不过那三厘米,哪能六周就长十五米,啊,是对命运的抗争和掌控,有些人,得了绝症,当听到消息后,有的人,悲观了命,不久即离开人世,有的人,积极乐观, 最终绝症,机器消失,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,就看你的人生态度,啊,是生命最好的模式,在我们身边,有一些人,沉得下心,耐得住寂寞,也不肯青年放弃,或许他们没有大事业,但在人生路上,已成赢家,熬得久了,心性磨练的坚韧了, 他们就算在百者千磨中,也能成为可以被打倒,却绝不会被击垮的人,马云熬不过阿里巴巴的前七岁月,则无后期的商业帝国,处时间熬不过橘子长成的十年,哪有后来的创业成功,啊,是生命赐予的最好的礼物,没有经历过熬的人, 哪能知道站着说话不要疼的道理,啊,是上天赐予你与自己灵魂对话的机会,是天将将大任于思源也的先上,艰难岁月,熬得住,才有柳暗花明,在我们身边,总会有一些能耐住性子去熬,不肯轻易年纪的人,他们从骨子里,就不肯任凭还尽左右自己的人生,熬得久了,心性磨练的坚韧了, 他们就算在百九千魔中,也能成为可以被打倒,是绝不会被击狂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